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我会尽量让这个话题不那么枯燥 资产证券化的过程 首先 资产证券化是将一组资产 比如贷款 应收账款等打包成证券 然后出售给投资者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依资产池的建立 影子银行会收集一系列的资产 比如个人贷款 汽车贷款 信用卡债务等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把不同口味的冰淇淋球 放在一个大碗里准备给大家分享 二 特殊目的实体 SP的设立 为了隔离风险 影子银行会创建一个特殊目的实体 将这些资产转移到这个实体中 就像是把冰淇淋球放进一个密封的盒子里 确保它们不会被外界的温度影响 三 证券的发行 接下来 影子银行会将这些资产转化为证券 出售给投资者 这个过程就像是把冰淇淋球 装进不同的杯子里 给不同的顾客提供选择 四 现金流的分配 最后 投资者会根据资产产生的现金流 比如贷款的还款 获得收益 就像是顾客想用冰淇淋时 慢慢品尝每一口的美味 风险特征分析 虽然资产证券化听起来很美好 但它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特征 值得我们关注 一 信用风险 如果资产池中的借款人违约 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损失 就像是你买了一杯冰淇淋 结果发现里面有一块冰块 咬下去的时候牙齿都快崩了 二 流动性风险 在市场不景气时 证券的流动性可能会下降 投资者可能难以出售这些证券 就像是你想把冰淇淋卖给别人 但大家都不想吃冰淇淋了 三 复杂性风险 资产证券化的结构可能非常复杂 投资者可能难以理解其风险 就像是你在冰淇淋店 看到各种各样的口味和配料 最后搞得自己不知道该选哪个 四 监管风险 影子银行的活动往往不受严格监管 这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就像是一个没有人管理的冰淇淋店 随便放置的冰淇淋 可能会变质 影响到顾客的健康 结语 总的来说 影子银行的资产证券化过程 就像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冰淇淋盛宴 虽然看起来诱人 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些风险 作为投资者 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了解这些风险 才能在这个影子的世界中游刃有余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你对影子银行有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也能在未来的金融旅程中 像品尝冰淇淋一样 享受每一口的甜蜜与风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影子银行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融资模式探讨 影子银行 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某种神秘的组织 可能在黑暗的角落里悄悄进行着金融交易 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位穿着风衣的神秘人物 在旁边观察 不过 实际上 影子银行并不是电影中的情节 而是现代金融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中 首先 什么是影子银行 简单来说 影子银行是指那些不受传统银行监管的金融机构和活动 比如对冲基金 私募股权基金 信托公司等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为房地产市场提供融资 往往是传统银行 无法或不愿意提供的 在房地产市场中 影子银行的融资模式 可以说是灵活多变 就像一位优秀的舞者 能够在不同的节奏中找到自己的步伐 比如 影子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 将房地产抵押贷款 打包成证券 出售给投资者 这就像是把一大堆苹果 打包成一个精美的果篮 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购买 有趣的是 影子银行的融资模式 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和高收益 就像在房地产市场中 买房子 就像是买一张彩票 有时候 你可能会中大奖 房价飞涨 但有时候 你也可能会发现 自己买的是一块烂尾楼 不仅房子没了 连投资的钱也打了水漂 在中国 影子银行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角色 尤为突出 由于传统银行 对房地产贷款的限制 许多开发商 不得不寻求影子银行的帮助 于是 影子银行就像是 房地产开发商的救命稻草 在他们面临资金短缺时 及时伸出援手 然而 这种依赖 也让房地产市场 变得更加脆弱 风险不断累积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因为资金链断裂 面临破产 于是 他们决定向影子银行 寻求帮助 影子银行的负责人 微微一笑 问道 你们有没有什么 可以抵押的资产 开发商一时语色 最后只好拿出一张 未来的梦想蓝图 影子银行的负责人摇摇头 幽默地说 抱歉 我只接受砖头和水泥 作为抵押 总的来说 影子银行在房地产市场中的 融资模式 就像是一场复杂的舞蹈 既有优雅的旋转 也有危险的跌倒 虽然它为市场提供了 灵活的资金来源 但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作为投资者 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毕竟 谁都不想在这场舞蹈中 踩到自己的脚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影子银行对金融科技创新的影响 极其前景 影子银行 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 某种神秘的金融组织 实际上 它是指那些 不受传统银行监管的金融机构和活动 想象一下 影子银行就像是金融界的隐形人 在阳光下的银行体系旁边默默运作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 影子银行对金融科技创新的影响 以及它的前景 首先 影子银行的存在 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温床 由于影子银行通常不受严格监管 它们能够更灵活地运作 迅速适应市场变化 这就像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孩子 可以在游乐场里尽情玩耍 而不必担心父母的牢道 影子银行的灵活性 使得它们能够快速采用新技术 比如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 从而推动金融科技的创新 举个例子 P2P借贷平台 就是影子银行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们通过互联网 将借款人和投资者直接连接起来 省去了传统银行的中介角色 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资金的流动性 还降低了借款成本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在家里通过手机借到钱 而不必排队等候银行的审批 那种感觉就像是从排队买咖啡 变成了直接在家享用星巴克 然而 影子银行的灵活性也带来了风险 由于缺乏监管 这些机构可能会采取高风险的投资策略 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就像是一个孩子 在游乐场里玩的太疯 结果摔了一跤 哭得撕心裂肺 金融科技的创新虽然带来了便利 但也需要在风险管理上保持警惕 展望未来 影子银行与金融科技的结合将继续深化 随着技术的进步 影子银行可能会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 来评估借款人的信用风险 从而提高贷款的安全性 这就像是给孩子装上了安全带 让他们在游乐场里玩得更开心 同时又不至于摔得太惨 不过 监管机构也在逐渐意识到 影子银行的潜在风险 可能会采取措施加强监管 未来的影子银行 可能会在灵活性和监管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能享受创新带来的便利 又能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 总之 影子银行对金融科技创新的影响 是双刃剑 它既推动了创新 也带来了风险 未来的前景将取决于 我们如何在创新与监管之间 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就像是游乐场的安全规则 既要让孩子们玩得开心 也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能看到一个既充满活力 又安全的金融科技 生态系统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非常高兴 能和大家讨论一个 听起来既神秘又复杂的话题 影子银行 集体资产证券化过程 房地产市场中的融资模式 以及对金融科技创新的影响 希望在这一番讲述后 你们能对这个隐形人 有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首先了解了 影子银行的资产证券化过程 像是将各种美味冰淇淋球 打包成诱人的甜品 只不过在享受这些美味的同时 我们也要小心那些潜在的风险 比如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接着 我们探讨了影子银行 在房地产市场中的灵活融资模式 发现它就像是开发商的救命稻草 虽然提供了资金支持 但同样也让市场变得更加脆弱 最后 我们聊到了影子银行 对金融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 既让人兴奋 又让人警惕 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平衡 就像是在游乐场里玩得尽兴 又不摔跤 总结一下 影子银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带来了便利和灵活性 但它的高风险特征 也让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作为投资者 我们就像是在品尝冰淇淋时 不仅要享受每一口的美味 还要注意那些 可能让我们牙齿崩溃的冰块 在结束之前 我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 你们是否认为 影子银行会在未来 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或者你们对如何在享受 金融创新的同时 管理风险 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请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我们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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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